所以今天我们也把 浩浩的妈妈请到了现场 掌声欢迎妈妈 欢迎 欢迎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好 我叫康贵勤 我是刘浩的妈妈 事实上我们看到 尽管在那个时间 有过非常绝望的瞬间 但是一路走来 我觉得妈妈你是 她的一个指路明灯啊 你始终带着非常乐观的 这种态度在生活着 带着浩浩一起 浩浩的音乐天赋 是不是就你最先发现的 从小我就发现 她有音乐细胞 她就喜欢音乐 三次左右 因为她看不见嘛 给她买的那个玩具 都是带声音的 有次我给她买一个玩具 垫子琴 那个垫子琴里头 有几属玩歌 完了她就每天拿着听 每天拿着听 听着听着 有一天她就把她 原来听过的二哥 她就用这个玩具 垫子琴就弹出来了 我说你听这么长时间了 我没听着 这垫子琴里有这首歌呀 她说 她说这我弹的 我说我咋不信 你再给我弹一遍 我听听 后来她真的给我弹一遍 哎呀 我知道 我儿子会弹琴 就有了希望 似的那种感觉 你们家庭的状况怎么样 富裕吗 我们原来是农村的 我们那地方特别穷 就是靠天吃饭 但经济不富裕 就是个大麻烦啊 我们知道练琴 是要花钱的 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学钢琴又多少钱 我就觉得 看不见那孩子 我自己闭着眼试一下 就是真是寸不难醒 什么都干不了了 后来她用那个玩具电子琴 弹出音乐了以后 我就感觉 哎呀 会不会找个老师学 如果学好了 也能是一个一种 就是谋生的一斗 也是一条路 老师好找吗 不好找 特别不好找 我也不懂音乐 那会儿说实在 都不知道什么叫钢琴 所以可见这个家庭 其实他们跟这个艺术 是不沾边的 一点都不沾边 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不知道去哪找 我就想去琴行 琴行有卖琴的 肯定去老师买琴的 他们有认识老师 去了以后 琴行也给我老师电话号 我也给他们打电话 一说盲童 他都说我教不了 那最后是找到了 哪个老师 他一直在谈见的情谋 在我们小区 有一个张阿姨 他说我们家林睡起来 因为是新小区 都不认识我们互乡的 他说看谁才这么好听 进屋里看 这么小的孩子 他又看不见 才这么好听 他说你怎么不给孩子 找个老师学校 我说找了 找好久了都找不着 他说我问我们孩子的老师 看看他能不能教 或者让他帮忙 给找一个 那个老师说 我要教声乐的 不教钢琴 完了我给你找一个 电子琴老师 老师姓什么 是指缝市 亚马哈电子琴学校的 一个刘雨雪老师 刘雨雪 刘雨雪老师 完了 他说你把孩子带过来吧 带过来我看看啥 看看能不能教 后来我就给他带去了 带去后来他那会儿 他就用玩具电子琴 已经弹好多手曲子了 就是说好日子呀 我根本不懂 什么古典音乐 钢琴曲 根本不懂 什么贝多 贝莫扎特都不知道 他给建琴老师 弹了好几手 后来他说 我试试吧 后来我就问 这个学费怎么收 我想肯定就是 他看不见很难教 比正常孩子要 贵 要贵一些 后来他说 那我也没教过 试试 我不收你学费 我们要谢谢他 谢谢 谢谢 configurека 保试 殿效长 Ped tense